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德纳疫苗 根据了解7月2号开放施打对象 主要是70岁以上的年龄层 研判证明男子有一定的年纪 也可能成为台湾三魂打首例 不过对此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认为 接种辉瑞跟莫德纳时间太近了 身体反应可能会乱掉 尤其两季都是mRNA疫苗 辉瑞打完后 身体抗体可能产生到一定的程度 不过这时候另外一支疫苗又进来 这时候最直接考虑就是 副作用可能会增加 原则上不一定会比较好 还可能会造成浪费 第一个我还想说这当然政府的一个检查 在执行上面一个流程的一个正确性 让它有效性当然很重要 但另外也真的要呼吁 这种疫苗跟药物一样 不是吃得越多越好 它要刚刚好适量 对症下药 那有很多的科学的证据 那有国际有很多的 相关的单位国家都在研究中 那貌貌然然的自己就这样子 东打一个 西打一个 那下次他可以去关島打 也可以去香港打 那打的全身都是 那是不是对自己好呢 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观念上要正确 药物 疫苗跟药物一样 第一个是要对症 那使用的方法 所以在吃药 大家想说 这有一个 什么样的失阴症 那该怎么吃 早上吃一颗 晚上吃一颗 或是每天吃一颗 那大家都要遵照这样的医嘱去做 才对自己的身体最好 那打疫苗也是一样 都有一定的量 不管是剂量 从第一 临床一期二期就开始在 定说怎么样的剂量是最有效 又伤害最小 等等的 这都经过研究过 那贸贸然然的自以为走了很多的漏洞 打了很多 对身体绝对不会是好这样一件事情